昨天晚上在这里过夜非常非常的安静 因为这一栋楼到外面的噪音都全部遮挡了 整个服务区就我还有一个守门的 你们看 哎呀 这么漂亮 我给大家拍一下看 这么漂亮 你看上面 上面那云我还以为是山 其实不是的 我把它拉进去给大家看看 其实那不是 这是山 上面这是云 不是山 我以为有这么高 再拉进看一下 现在是几点钟啊 在六点多钟 六点半都不到 看看 因为昨天剩下了这么点菜 所以今天早上我干脆煮饭吃 我现在弄好了这个 看 一边行车一边煮饭停车 把这个菜倒进去就有饭吃 你们看我多方便 我发觉下面有很轻的河流 它这个是从山上流下来的 非常轻轻 这样的话我自己打水就不要求人了 要不求人问人家家里的话 真的 有些人还不高兴 但是我问的都好 能自己在外面打的话会更好吗 对不对 好 明以偏航 迷偏 新规划路线 新路线普京和可路 好 你们看 挺好的 沿灯前道路继续行驶1.6公里 这是哪儿呀 这么多高楼大厦 还全是新的 加了油之后 忘记看公里表了 忘记看高德地址了 现在赶紧看一下 跑了两公里了 好了 刚刚设定了 其实点 这个高德地址就可以看得出来 我跑了多少公里了 好了 重新设定了导航 这个数据从现在开始算 已经跑了两三公里了 再算的 从这个导航上可以看到行驶的里程有多少 到时候再计算出油耗是多少 我感觉到油耗肯定是明显的减少了 这边北方这边的交友站 它不但价格高 而且服务态度又不好 它没有东西送 什么都没有 但我们一路走来 其他的地方 它都有 你可以拿一瓶水 也可以拿一包纸 服务态度都非常好 这就不一样 我进入东北以来 每次加油都没有东西送 本来我这个纸是不用买的 在我南方 在进入这个东北之前是不用买 哪个加油站都有 你只要一加油超过一百块钱 它就会给你 跑到上面啥都没有 你自己买纸了 这就是差别 而且这边呢 它的两轮摩托车加油啊 不能直接加 像西藏新疆一样 把你滴到一个角落去 要熄火 然后加二十块钱 你二十块钱去倒 如果不够你也没办法 如果多 你也没办法了 多呢 只能给它了 它不可能退起来给你 其实那样加油真的更危险 但是没办法 他们这个政策就这样 各地不一样 前面有一台附路好像是 我追上去看一下 前方700米到达区间测速终点 平均测速32 限速80 600米处 有限速80拍照 大家不敢快 快了很危险 看的样子好像是辅路 你通过特殊区间测速 600米处 路左侧有限速80拍照 我们下车区间测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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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米处 有公交车道和限速40拍照 当前车速54 比你超速 比你离开区间测速路段 平均车速42 不行啊 不敢跑快呀 又超速了 又超速了 你开慢点 压一压 看就在前面 但是不敢跑快 在第二个红绿灯右转 前方红绿灯请执行 就在前面 看见没有 请走左侧两车道 前方红绿灯路 太危险了 对不起 前方经过学校 要慢点开 禁止鸣笛 不要吓到小朋友 就在前面了 但是不敢开快 都慢慢的跑 大家都慢慢的跑 过红绿灯后 再下轮红绿灯右转 人家这是有手续的 什么都有的 400米后 在红绿灯路口右转 请提前向最右侧车道明显 看看 请提前向最右侧车道明显 哦 他向左走了 算了 他向左走了 看见了没有 对啊 辅助车 因为他是600的 因为是双杠人 所以跑起来可能比较轻松 如果 请提前向最右侧车道明显 准备在红绿灯路口右转 如果 我跟他一起跑的话 我肯定是跑不过他 我是200的 他是600的 你想想 怎么可能跑过他 右转进入福泰路 好了 不追人家了 安全第一 又换了一条路了 前方300米左转 看 又有一台副路 这个地方副路却多 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一公里 100米处 有违马拍照 这一段路正在修 所以成了单行道 我们停下来 等前面的车过来以后 我们才能够过去 前面我已经等了两个路口 都是这样 没办法慢慢走吧 好了 对面的车过来了 我们走吧 又遇到赌路 看到没有 原来在宁津的时候 那边后教练就跟我说 不要去东北 那边船部在修路 当时我还不太信 现在我信 这边修路修的也真的好多 你们看到没有 前面有一台那个 武林宏光迷你 这种车的话 我劝大家不要买 买这个车 我还不会就买它三轮车 为什么呢 这个车啊 冬天啊 只能跑六七十公里啊 我妹夫有一台 她现在都后悔了 这个到夏天也就跑一百一十公里最多 随时可能会没有电 所以不要买这个车 电动车目前的技术来说 还是不行 不成熟 一段一段的修路 一段一段的停车 让对面车过来 不知道电药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我现在早饭都没吃 要找个地方吃饭 前面好多车 我已经等了十几分钟了 还没玩 一路可能都这样啊 要有心理准备 我想知道 你怎么知道哪一辆是最后一辆车呢 它报车尾号 我说我觉得好奇怪 怎么你 报最后那辆车的车尾号 我以为你有雷达监测 在这个服务区停一下吃一下饭看 哎呀还是晒啊 非常晒 躲在这个角落看 这一段路可能还要前面还要修 所以可能还需要过几个这样的关口 我停在这里 现在9点多了 要吃点东西了 好饭好了 现在先吃饭再说 好 你看人家这个服务区的话 非常非常好 你先看一下哈 你看 人家这还有水 很多 看没有 它这个脚踩的非常非常方便 你看自来水还有 还有人把这卫生干干净净的啊 很多地方呢 厕所大门锁起来 不让人用 哎呀你说有些地方真的就差这么点水 地方财政再怎么弄的话 有不差这个厕所里去 维护厕所的正常运转 对中国人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 对全世界的人都说非常重要 人家啊 有三级 人有三级 如果我这个问题 这点水费财政都拿不出来 那真的这个领导真的该下台了 你说是不是 我很多地方都是 厕所就锁起 即使开启那水也关掉 电也可以关 那水不能关 你这个 政府就穷到这个地步 现在太阳还没有晒到我这边来 我还在车里面玩一会吧 休息一会吧 还是算了吧 这个地方连信号都没有了 没办法在 走吧 前面也不知道 还要过多少个路 修路的 那个堵车的路段已经过去了 现在太阳很大 我看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躲一下太阳 看来这样的路很难找啊 慢慢走也好 非常轻松的这个圈 这是中田二十三局 神百高铁吉林段 在这修高铁啊 看看看 这是唯一可以躲太阳的地方 在这休息吧 但是很多这种 钢丝 千万不要炸太 一炸太就麻烦 朋友们 这里的工人刚才他跟我打了招呼 他说什么呢 叫我不要停在这里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在上面作业 怕那个钢筋啊什么东西掉下来会砸到 现在他告诉我 让我把这个车 把它倒退到那个桥墩旁边 那边没有施工 看到没有 所以为了安全 很客气他们说 我们不是赶紧走 我们是为了你的安全 人家说的好好的 好现在我把它倒到那个地方去 那 我很听话的把车挪到这边了 那 在这里其实也挺好的 这晚上都不想走